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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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點心做點心 自己動手最開心 歡迎收看今天 用點心做點心 我是主持人瑋瑜 常常我們會在這個 譬如說像是一些市面上 或者是團購的網路上 看到很多當季的夢幻甜點 我覺得最近的夢幻甜點 就是草莓系列的 而且透過一些不同的組合 不同的包裝方式 你就可以讓這些草莓甜點 好像變得更不一樣 更有新鮮的滋味 所以今天要教大家做的 就是最近很熱門的一個 夢幻草莓甜點 可是其實它只是藉由 一些組合的技巧 只要你基礎的甜點 是做的概念 就可以輕鬆做出這樣子的 熱門甜點 到底是什麼呢 讓我們來歡迎今天的 點心老師 歡迎佳穎 大家好 我是佳穎 佳穎今天要教我們做 很熱門的草莓盒子 對 那個概念就是 在一個容器當中 然後堆疊 對 放上草莓 放上蛋糕 放上卡士達醬 這樣就可以了 它之所以把它弄成一個盒子 是不是方便大家團購 團購 財配 送禮 因為你想想看 過去的草莓蛋糕 印象當中的概念可能是圓的 對 那個既送不方便 然後很多鮮奶油 它很容易在運送過程當中變形 對 所以今天我們自己 就可以去運用這樣的一個技巧 在家裡也可以做出來 甚至你也可以把它送給你家好朋友 或是把它帶到公司 跟大家一起來分享 所以趕快來看一下 今天要教大家做的 草莓盒子所要用到的材料 有哪些 蛋黃 150公克 蛋白 300公克 細砂糖 165公克 塔塔粉 3公克 內餡的材料有 卡士達粉 70公克 牛奶 200公克 香草夾醬 適量 動物性鮮奶油 適量 草莓 適量 表面裝飾的材料有 杏麵果膠 適量 草莓果泥 適量 飲用水 適量 適量 所以材料大致上就可以看到 三個部分 就是蛋糕的部分 然後卡士達內餡 今天用簡單一點 直接用玉拌粉來做 但是上面還是要讓它 有晶晶亮亮的感覺 所以今天運用了一個 晶莓果膠 加上草莓果泥 如果我不去做這個裝飾 它口感上會有影響嗎 口感還好 就是它就是甜甜的 最主要就是它有 因為有時候冰在冰箱 光草莓的話它會比較乾 讓它保濕一下 另外當然主角就是草莓 對 我們要準備的這一種草莓 是要連地頭一起 我會把它消掉 地頭會把它處理掉 我的草莓已經先把它洗過 然後要擦乾 一定要擦乾 不然它如果有水分 我們放在盒子裡面 它可能一 兩天就壞掉了 材料是主角之外 當然我們今天準備盒子 對 盒子 一定要是方形的嗎 如果你有其他盒子的話 當然是可以用 只是現在方形裡配送會比較方便 對 比較可以 好 放一個一個這樣子 對 或者是說 我看到也有用那種圓罐子 圓罐也有 你把它做成草莓罐子也可以 或者是草莓杯杯 就是隨便大家來去做變化 我們今天就是掌握這個 堆疊的技巧 所以先教大家做蛋糕的部分 蛋糕題 對 我們要先預熱烤箱 要預熱在 上火190 下火140 我們先把它預熱 好 那我們先來把奶油 好 我們要加熱 加熱 然後把奶油跟沙拉油 或者是你想要健康一點 你也可以用玄米油 就是液體油 把它放下來 那最主要是我們的草莓盒子 這一款蛋糕會冰在冰箱 如果你全部用奶油的話 會有一個缺點 蛋糕體會變硬 所以要用一些液體油去取代 部分的固體油 先把它煮滾 接著我會把低筋麵粉跟玉米粉 把它一起過篩 先放到容器裡面 為什麼今天材料中有玉米粉 對 最主要蛋糕是用低筋麵粉 玉米粉最主要是 它比較不會有筋度 會比較鬆軟一些 對 好 把它過篩 粉類過篩 對 好 這樣子 然後奶油跟沙拉油 先讓它煮滾 所以今天煮這個油 不是只是要讓它融化 你是要用它的溫度去燙 對 對 我們的蛋糕就會更軟更好吃 好 我們的奶油跟沙拉油 已經讓它完全融化 再稍等一下下讓它滾起來 然後我就可以把它沖進來 對 這個鍋子等一下還可以再用 因為要把我們的牛奶跟蜂蜜 好 已經有聽到聲音了 我就可以把它丟進來了 好 直接沖到麵粉 對 攪拌一下 它的麵粉就可以讓它完全地融合 這樣子有一點點讓麵粉熟化的感覺 對不對 對 然後這時候我就可以把我的牛奶 然後還有蜂蜜 還有蜂蜜 對 把它加溫一下 加溫到60度左右 最主要的目的 是可以讓我的蜂蜜 可以讓它溶解 比較不會沉澱 我們下面有這個板子 它可以讓它就是 保溫的效果不錯 所以我就不需要再開火 好 那你看一下我的蜂蜜 融化了 已經變成液狀了 液狀了 我這時候就可以把它加下來 攪動它一下 你看 你看蛋糕基底也不是很簡單的原味 我們來加入蜂蜜 所以主要蜂蜜可以讓蛋糕保濕 對 好 接著我再把我的蛋黃放下來 這樣子我們的麵糊完成 蛋黃糊完成 接著來打發我們的蛋白 好 好 蛋白放下來 然後等一下我們加一點塔塔粉 跟我們的細砂糖等一下要把它 打發 細砂糖要分次嗎 對 分次 我先把我們的蛋白打到粗泡泡 然後接著我們再分兩次 或是三次把細砂糖把它放下來 所以今天做的蛋糕的量還滿多的 滿多的一整盤 如果說我堆疊到這個盒子 我大概可以做幾盒 差不多兩到三個 兩到三個 對 還滿多的 好 砂糖第一次先加奶奶 一半左右 一半左右 好 這個把它打到濕性發泡 其實我覺得蛋白的量如果多的話 其實是比較好打的 對 很蓬鬆 對 好 細砂糖放下來 兩次 對 打到它光滑細緻就可以了 那也提醒大家 我們烤箱已經預熱了 預熱 預熱在上火1900 然後下火是 差不多140度左右 對 越來越細緻 而且有一點光澤感出現 對 剛剛很明顯的 大的泡泡就出現了 對 然後越來越細緻 開始有紋路出現了 對 越來越發 那你要記得 如果你的蛋白打不夠的話 蛋糕會很紮實 對 那如果打太發呢 大家會覺得 那我乾脆就打發一點 打太發會有一個缺點 它吃起來蛋糕會乾乾的 好 越打越發 等一下我會讓大家看一下 我們要打的程度 它會像一個老鷹的嘴巴 鷹嘴狀 對 我們可以先看看 現在它還太垂 還不行 還不行 還太垂 對 記得蛋白裡面 不可以碰到任何的油脂 連蛋黃都有油脂 所以要記得 你在分蛋的時候 一定要分得很乾淨 不然它會打不發 我們再讓大家看一下下 它好了沒 對 剛剛是很下垂的 現在會比較挺一點點 有沒有 有沒有比較挺一點 有…有一個勾勾的玩具 再打一下下就好了 好 再打一下下就可以兩個結合了 我是一直用中快速讓它打 等一下完成了之後 再用慢速讓它氣泡比較穩定一些 好 我們來看一下 最後要的發度 讓大家看一下 好 拉起來了 看一下 好像一個小小的 彎勾 鷹嘴狀 對 這樣就可以 我再讓它用慢速打個1分鐘 讓它氣泡穩定 我就可以把兩者結合 好 好 我們就要來混合蛋黃 對 我先取1 3分之1的蛋白 好 先取1 3分之1的蛋白 先放到我的蛋黃麵糊裡面 好 可以先把它攪拌均勻 這時候讓它混合均勻一點 會比較適合 因為這時候我情願犧牲一些蛋白 我換來整鍋的麵糊是很漂亮的 然後再把所有的蛋白倒進去 好亮 很亮 對 沒錯 這個亮是因為糖 糖 對 好 我把這兩者結合了 就改用橡皮刮刀了 就不是用攪拌器了 輕輕地拌它 輕輕地拌它 那我這時候就可以 拌好了之後 我就可以把它填入我們的烤盤裡面 好 完成了 好像棉被 很多的 對 剛好我們的烤箱比較大 如果你的烤箱 有些人家裡面烤箱比較小 你就可以把分量減半 就大概做一半的量 對 好 好 就可以把它鋪平 放進烤箱裡面烤焙就可以了 我的蛋糕體就完成了 我們大概要烤多久時間 差不多10到15分鐘 好 OK 把它鋪平 好 送烤箱 好 上火190 下火140 烤10到15分鐘 OK 好 差不多蛋糕已經完成了 好舒服 對 漂亮的金黃色 而且高度很高 對 我們蛋糕烤好之後 其實就要把它取出 放涼 然後扣出 把它拉出來就可以了 對 拉出來 你就像這樣子把它放涼 因為要完全涼了 才可以製作接下來步驟 所以我們這邊也有準備 烤好的蛋糕片 放涼的 是不是像這樣子把它裁成 跟盒子差不多 一樣高 差不多的大小 對 好 我們要來 佳穎老師教我們做中間內餡 對 卡士達的內餡 就是把冰的牛奶跟卡士達粉 把它攪拌均勻 讓它就會越來越濃稠 你可以用一點香草夾醬 或者是香草夾都可以 可是香草夾的話是不是要煮過 不用那個籽把它取出來就可以了 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增加一個香味 對 然後我們這時候就可以 先來處理草莓 草莓就是把它地頭去掉 對切就可以了 好 所以這邊 對 去掉 然後切一半 對 對 對 你可以看一下卡士達餡 就越來越濃稠 這個 所以用玉拌粉其實很方便 很方便 如果你會煮的也可以自己煮 好 然後我接著就可以來做我的 另外一個 這個是 金面果膠 把它放下來 然後草莓果泥 這個就是我們剛剛說 要讓它表面亮亮的之外 還要保濕 對 這是草莓果泥 如果你沒有草莓果泥的話 其實很簡單 你也可以用草莓果醬也可以 果醬直接就加一點水就好了 果醬要含果肉嗎 果肉也行 對 這樣就可以了 加一點飲用水 好 這樣子拌一拌就可以了 等一下我們就可以刷在表面上 好 所以其實這個 我們要做草莓盒子 就是你要把這一些 我們要組合的材料統統準備好 這些材料都很簡單 對 好 那我就可以把它填到袋子裡面 擠花袋裡 我等一下用擠的 所以我們今天要準備有花嘴嗎 我這個是鋸齒狀的一個花嘴 好 然後我先把它放到我的袋子裡面 好 這個是花嘴大醬的部分 花嘴大醬 其實我滿喜歡鮮奶油的 對 鮮奶油好吃 你可以用好一點的乳脂量 高一點的鮮奶油 我是用動物性的鮮奶油 對 外面很多市售的 為了讓它保存比較方便 穩定一些 它是用植物性的鮮奶油 我覺得自己在家裡面吃的話 就用動物性的鮮奶油 好 我就先把它放到盒子裡面 這已經是裁切好的 我就把它放進來 然後我旁邊我會鋪上草莓 對 一層蛋糕然後就先鋪草莓 旁邊 對 鋪上草莓 好 這個拿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好 鋪在旁邊 等於是草莓 是微邊 是 對 這個是可以賣比較貴一點 對 因為實際看得到草莓 也有一些是沒有放 邊邊沒有放草莓都有 因為我看過很多店家賣的 就是看你自己的成本預算如何 好 把它旁邊擺一擺 之後接著我就要來加入我的卡斯達餡 可以把它擠上來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擠在這中間 擠在裡面 對 對 好 把它擠上來 它是不是也有一些 固定草莓的作用 對 好 這樣子 擠 擠完之後像這樣子 然後裡面還可以再擠上 新鮮奶油 鮮奶油 一層卡斯達餡 一層鮮奶油 是 我是想要再放一些草莓下來 好 我再切一些 我想要裡面再一層草莓 對 反正就是一層一層 反正自己吃就是多一點 對 是 一層一層的 好 OK 然後我就來擠上 好 中間我們也鋪草莓了 對 然後我來擠上我的 動物心的鮮奶油 也是最主要是可以讓它黏住 也是用鋸齒花嘴 對 好 鮮奶油 好 然後我就可以蓋上 我稍微讓它擠一些 所以這邊蛋糕片也要擠 對 擠上一些它就可以黏住 然後把它蓋上來 好 你看我們的側面就很漂亮 很漂亮 好 然後最後就要來做一點 裝飾了 裝飾就是把鮮奶油擠邊邊 修飾一下 雖然放進盒子 還是要讓它有漂亮的感覺 對 好 我來擠它 這邊就是要擠花了 是 擠點貝殼 這樣就有像蛋糕圍邊的感覺 對 蛋糕圍邊 然後它剛好也可以把蛋糕邊邊 修飾掉 醜醜的地方給蓋掉 對 對 擠一圈 OK 然後我就可以把我的草莓 盡量放了 盡量放 是 把它擺一擺 盡量放 好 然後接著我要讓它亮亮的 我就是把它刷上我們的果膠 所以我們剛剛準備的果膠 對 把它刷上去 這樣就有亮度有沒有 你看大概像這樣子 所以在冰的時候 我的草莓也不會乾掉 不會乾 對 濕潤度 因為可能我們一時還沒辦法 一下就把它全部吃完 我還是希望它有一個濕潤度 這樣子就可以了 歡迎回到用點心做點心 你看我們的草莓盒子 統統都完成了 其實這邊 這個裝盒的時候 有一個小技巧 對 就是你不要裝得太滿 這樣子你就可以把它 蓋起來 蓋起來 不會去壓到草莓 對 所以你就可以把它 變成是帶到辦公室 跟同事分享 或者是送人 這邊基本上就是 草莓盒子的製作方法 但是到底用到哪一些材料 還有做法提醒呢 先一起來做個總複習了 加糖165克 塔塔粉3克 內餡的材料有 卡士達粉70克 牛奶200克 香草夾醬適量 動物新鮮奶油適量 草莓適量 表面裝飾的材料有 鏡面果膠適量 草莓果泥適量 以及飲用水適量 做法的部分 先製作蛋糕 將奶油加入沙拉油 煮沸之後 沖入低筋麵粉 玉米粉拌勻 接著將鮮奶加上蜂蜜 加溫到60度之後 慢慢沖入 再加入蛋黃液 拌勻成蛋黃糊備用 在另一個攪拌盆中 放入蛋白跟糖 打發到濕性發泡之後 拌入蛋黃糊中 做好的蛋糕糊 放入烤盤中抹平 以上火190度 下火140度 烤約15分鐘 接著取出冷卻後備用 內餡的做法 將卡士達粉加上牛奶 以及香草夾醬拌打均勻 表面裝飾的材料 也將鏡面果膠 草莓果泥 以及飲用水混合拌勻 最後組合 先放一層蛋糕在盒子中 擺上草莓在四周 擠上卡士達內餡跟打發的 動物性鮮奶油 再放上一層蛋糕 最後在表面擠上動物性鮮奶油 擺上草莓 並且淋上草莓果膠 及完成 那我要開動了 好 我吃這個角 因為剛好有草莓 什麼都有 對 很濕潤 你看我們層層疊疊地 就非常地漂亮 好 我要一口吃下去 蛋糕好鬆軟 然後膨膨的 然後再加上兩個蛋糕之間 有草莓很多汁的感覺 然後有卡士達餡的奶香 跟鮮奶油很潤滑的口感 自己做我覺得比團購 還要來得更新鮮的口感 所以這樣的夢幻甜點 自己在家裡也可以動手做 今天謝謝湘莓老師 謝謝 謝謝觀眾朋友收看 下禮拜見 B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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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集見